今天到了一台2023年第六代的Honda CR-V 整理上来讲的话 走距的话它是有更长的 整个一个长度的话呢 也比之前更长的 走距的话是106 整个一个长度的话是186 这个车身看起来是比之前更大的 还是老估计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发动机 将整个一个情况 有电混合的 整个一个I4的一个发动机 变速箱带外进的CVT的变速箱 分子的一个马力有204 分子的这个扭矩有247 整理上来讲的话 Hyper的它更注重的是省油 所以油耗是相当低的 整个类似的我觉得也做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升级吧 包括这一款我们在私域上面看到的 蜂窝状的一个出风口 以及这个立屏的这个媒体屏幕 整个液晶的这个预表盘 其实整个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空间还是相对而言是比较舒服的 那对于后排的一个乘客空间优化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很明显腿部空间更大的 头部空间应该也会更大 那么看一下 腿部空间的话 我坐进来一个拳头 两个拳头多三个拳头的一个距离 那头部空间呢 也有这个接近三个多拳头的一个距离 整个类似的话 我觉得会比之前更宽敞一点 那么看一下后备箱 还是手动的 后备箱整个一个空间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这种家用的 整个家用来讲的话 它的空间是完全是够的 对于这款车 三万出头四万不到的一个 车价的一个预算来讲的话 我觉得整个性价比还是相当高的 买这种车也买不了吃贵 如果你喜欢的话给我点个赞支持一下